建屋局数字显示 今年首五个月 组屋为例出租的个案 大约有170起 相当于去年全年的80% 而蔡市就有一个三房市的单位 用木板多间隔出了三个房间 并且把非法隔间房间出租给其他人 造成遭到了建屋局取缔 来看记者吴良祥的报道 从原本的两个睡房变成五个睡房 并把其中两个用木板间隔的睡房 出租给四名租户 建屋局说 这名住在蔡市的三房市组屋屋主 显然违反了组屋出租条例 因为非建屋局原装的房间 是不能出租的 记者联系上屋主 他正在安排拆除非法搭建的房间 我要吃了 现在政府叫我吃了吃了 陶金包叫我吃了 我说OK我吃给你 你给我时间 我找那个contact来跟我吃了 我一个人住 所以我各间各个房间给他们住 好好的书 屋主还说 他的一个间隔房 每月租金是230元 有居民对木板房感到不安 当局应该拆除不下 因为它避免如果有火灾 不能逃出来 建议局表示 除了公众的反馈 当局也会定期进行抽查 在2017年到今年5月间 展开了一万六千多次机查 并发现519起维力个案 这些屋主都受到处分 其中15人的组屋被强制收回 新传媒新闻记者 吴良相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